經典兒童文學《叢林之書》 曾被迪士尼改編成動畫《森林王子》 以及電影《與森林共舞》 票房表現相當亮眼 今年以動態捕捉技術為名的安迪·席克斯 用更貼近援助的風格 指導電影《毛克力》 要凸顯叢林裡的危機伺服 人類小孩毛克力 從小由森林裡的狼群撫養長大 在大雄和美洲豹的教導下 學會叢林法則 終於被叢林大家族接納 但是老虎謝利仍然將毛克力視為眼中釘 毛克力必須面對自己的人類出身 回到村莊 由安迪·席克斯指導的《毛克力》 改編自英國作家吉普林的《叢林之書》 這本經典兒童文學 曾在1967年被改編成動畫《森林王子》 2016年迪士尼在推出《與森林共舞》 以絕佳的視覺效果席捲全球票房 讓毛克力不得不延期上映 本片除了以最新動態捕捉攝影技術 結合真人演出 陣容也更加強勁 找來多位大卡斯配音 包括班尼迪克·康伯拜區 凱特·布蘭奇以及克里斯丁·貝爾等共同演出 《迪士尼版本很棒》 這版本很相似的 必須獨自踏上危險又充滿未知的旅程 一件事我真的把毛克力拿走 可能是他的忠誠 因為毛克力在生命中 他生命中很糟糕 他父親在牠當中被殺在牠的寶寶 他把牠在牠的寶寶 一直在牠的寶寶 牠的寶寶角色透過臉部動態捕捉 在配音卡斯群的演繹下 更加深刻動人